台湾的情侶交往 所以妳覺得 台灣的情侶交往的方式 跟日本很不一樣 就台灣比較黏 對 就是什麼事情 都要分享這樣子 比如說我今天要去運動 我今天要去接睫毛 什麼都是那個 那我陪妳去啊什麼那個 什麼都是一起去 男朋友就會說 那我陪妳去 對 如果在日本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要去買衣服 要買自己的衣服的話 那自己去就好 就不用跟她一起去 那老公要買她的衣服呢 男朋友要買衣服 就是男朋友自己去就好 對 妳說日本的女生是這樣 對 很多是這樣子 會嗎 夢多 會啊 會啊 妳覺得台灣的女生黏嗎 我覺得台灣的女生先說很棒 但是 但是就是文化才藝嘛 現在是文化才藝 對 超黏的 黏到我快爆炸 第一個 我去工作嘛 就是我一工作 比如說外景也好 他說幾點下班 就是下班了 沒什麼事 一堆LINE 我沒有回答的話她會生氣 不好意思我去工作耶 而且是那個工作時候 怎麼會看手機 對 然後主要的是就是 我忘了有時候很累 那房間就是睡著 起來說她生氣氣 為什麼妳沒有說 生氣氣 沒有說晚安 誰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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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 就是因為我覺得 對方要信賴 相信 然後就是我們比較會 多的空間 對 保持就離 她是台灣的女生男生 都喜歡就是比較黏在一起 所以在日本男女生交往 不用說晚安安 我先睡囉 沒有 不用喔 不用 是喔 還有說日本人結婚前不同居 因為保持神秘的感覺 是嗎 結婚前如果同居的話 就男生會覺得 那就不需要特別結婚 因為就結婚之後 就那個 就是比較麻煩的事情 也會變多 所以 都那個一起同居了 那就不需要結婚了 會這樣子 所以很多女生都 不太會結婚前一起去 那妳現在不敢 跟日本男生在一起啊 對啊 我現在就 跟台灣男生在一起之後 就覺得 我現在不敢跟日本男生在一起 講看看啊 妳講看看啊 妳講看看啊 無何理由 講看看啊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太喜歡大男人 對 就是我 但是講到大男人 我要問 是不是他們 剛剛夢多講 他們九州男人是最大男人 有可能 說說看 你是哪裡 我是東京出生 但是我爸爸媽媽是 熊本 九州人 熊本很兇 男生很兇 你說說看 那九州 九州男人 或者是熊本男人 有什麼大男人的規矩 九州男人有什麼規矩 是女生一定要守的 比如說吃飯一定要盛飯 一定要拿拖鞋 或者一定要走後面 對 沒錯啊 對 剛剛講的是百分之百是對的 而且主要的是 你看喔 每個人都跟我們說 那女生怎麼樣怎麼樣 說真的 女生她們已經習慣了 所以她們不怎麼覺得你是大男人 對 就是這樣 而且我們就是來到台灣啊 就是大男人變成小男人啊 不會 那你現在碰到的 這個台灣女生 她都是這樣子的 不會 不會 她是比較瀟灑型的啊 你有說台灣女生嗎 你現在認識這個啊 現在這個啊 這個就是吃完東西 好飽喔 日本女生哪有這樣 日本女生不能這樣 對啊 哪有動作那麼大的 對啦 可以這麼說 但是就是 沒有啦 因為已經如今隨時嘛 我是覺得 個人覺得 但是我是有些 那個 個性還是比較硬啊 就是 我不喜歡女生 幫我付錢 我超級討厭 演藝界唯一剛好幫我付錢 就是小禎 其他的 我就是 一毛錢都不會給他們付 可是女生會覺得 每一次都讓你請客不好意思啊 嘴巴說不好意思 但是就是 連皮包都沒有拿出來啊 因為台灣說真的啦 就是說 怎麼說 但是通經不一樣喔 通經還是喜歡就是大家一起 各付各的 但是我們日本男生 基本上不可能讓女生 還有比年紀小的 讓他們付錢 對 然後就是我們是需要一個男生 有牽膀 有工作能力 但是很多事情 就是希望是聽我們的 就這樣 這是要聽你們的 什麼事情都要聽你們的 就是千變 對 尊重我們這個意思 你看我對他多尊重 有 對齁 你不知道前輩有哪些尊重 就是譬如說 那個 就是當然是對他 我先打個招呼嘛 聊天嘛 然後就是說 喝酒的時候就是特別小心 然後譬如說 那個 乾杯 我是兩次手 然後他的那個 Glass比較高一點的話 我就比較低 要低到這樣啊 對 要比他酒杯要比他低啦 那有時候兩個人 對 對 對 要低到哪去啦 真的啦 真的啦 真的會 真的會 就是 已經很熟 就不用這樣了吧 我們還好了 對 因為我們人是其實十幾年了 對 是還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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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